资本主义的杀手简 和大富翁等团monopoly 就说了几个阿里姑妈 和外卖仔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要说和投资息息相关的东西 是的 其实这些公司的操作 它的目的是利用最大化 但是同一时间扼杀了其他的新公司 生存的空间 过河湿脚 像大家用Android 用Android的有Play Store 用iPhone 又去iTunes 下转一些东西给钱的时候 全部有人过河湿脚 这个现象是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 不是太高评的事情 因为要阻碍大家发展 你收一些钱是OK的 但是去到你要淘汰贯争对手 签灭拼购他 就不太好 但是你要留意 之前这些公司在炒作炒卖的时候 有可能市场就当了它 这家是最大的 譬如蚂蚁怎会不能上市 很多人之前都说 这个是菲利大王 是不是阿里姑妈的菲利大王 是不是做后台上市 那都上不了 没理由 是不是 不让你想 你催 是啊 因为这个影响是非常之严重的 好了 我想问一下A君 阿里姑妈的老板是谁 阿里姑妈的老板 最多投票权的就是云哥 如果是最多的孙爷就不到他 因为原来我出来行手工 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 哎呀 那当然是云哥是老板 怎知道原来云哥就不太是老板 你看看 阿里姑妈是五大股东 是不是 五大股东 第一个呢 就是远银 差了三成 太多了 所以你说 那阿里姑妈是不是 哎呀 中国的企业 我真的说 可能是外资 不过呢 这件事就很微妙的 接着你看到第四位 已经是个基金公司了 是不是?黑石了 黑石其实它持有3% 那就是说 其实它是 那些基金卖太多了 你也看到 是不是? 就去到这里了 那所以你说 如果是阿里姑妈 是这个中国企业 好像不是很是 是不是? 最大的股东 其实是日本人 既然 好了 那这件事就很微妙的 那因为呢 其实可能很多年前 投资在内地 外资有很多好处的 你要引资 是不是? 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些人把钱去了外面 接着就 我是外资来的 回来的 那外资就是有优惠 可能税部优惠很正路 就是商业的安排 但是呢 你也知道了 如果这个阿里姑妈 它这么有影响力 它还是外国人的 那你觉得问题大不大? 有没有问题?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件事情 非常之 非常之 有几个问题 那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最细致的就是 这件事情就是 很有趣的 那远父的老板是谁? 远父的老板? 不是正义哥吗? 是的 很正义的 正义哥就是 你突然问这条问题 我以为正义哥背后 又有第二个你找到 那就是大件事了 我没命了 那么正义哥 正义哥 我们先看一下 之所以成为首富 你知道它怎么厉害? 原来之前 它重病 好像是两年 两年 它就看了四千本书 那你行不行? 我想问 不是你行不行重病 你可以两年看四千本书? 我想问你 对了 我们算一算 两年四千本书 即是说 一天要看六本 六本 是吧? 是 要看六本 老实说 看漫画 单行本 看六本 都要看三个钟了 陰公 两三个钟都走不掉了 你看本本而已 看偵探的话 就可能在两三个钟才一本 是啊 如果看《金田一》那些这么多字 就是一个几钟才一本 看六本就已经看了一周了 好了 看《龙珠》那些打来打去 打了十多二十板都是几个动作 那就可以看到几个字 所以呢 总之就很厉害了 这个人 看四千本书 十四条成功之道 很厉害的 十四条成功之道 那么 就是 他还怎么做呢? 他做生意 用一千个计划出来 才做的 一般我们读《Business School》 就三个了 乐观是怎样 正常是怎样 悲观是怎样 三个情况 记不记不记得 我们都是商业出身的 他说不行 要做一千个可能性才行的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Simulation 是做这个模拟 想说什么呢? 其实... 其实就是内人沉迷 这个故事就是... 就是为什么他发达 是不是因为看四千本书 你自己想想 这个故事就是这么简单 总之他看完四千本书之后呢 他就做了院夫 就有很多钱周围投资 就投资了... 阿尼顾玛 接着继续在大陆 在大陆那里大杀四方 大杀四方之后 接着就发达了 这些传奇的故事 是不是?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 这个世界其实不是这么多童话 我只是能够这么说 所以... 其实他是日本人公司 就赚了这么多中国的... 血汗人民、劳动人民的成果 是不是? 那些就算是分销商 都是找微博利润 你说是否合适 那当然是... 很合适 很合逻辑的 好了... 接着... 其实呢... 另一个故事 这个大老板是腾讯 是不是? 那腾讯的大老板是谁啊? 这个请署在下财疏学钱 这家... 除了这件事之后 我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基本上... 这家A官说得对 就是南非公司 又是什么? 就是外资企业 就是外资企业 兄弟 是不是这么说 都是外资企业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所以就是说 这个分析就没什么用了 这是一个旧文 知不知道 马化腾呢? 就曾经在腾讯身上 输过大钱的 有没有听闻过? 那我们够老子 才听过这些故事的 你看报纸都一一年了 幸好现在不用剪布 不要拿一份黄金的东西出来 其实以前有一期 那些... 国企、民企... 国企不敢 民企老板经常跟投资银行对赌 你记不记得了?有一期 很多年... 就是海啸之后输身家 好了 他就这样 他就做锁定利润合约 简单说就是这样 那当我马化腾 我就说 嘿... 我这个... 这样的... 腾讯 最多值六十几元 是不是? IPO是七元 你好像七元 是不是? IPO是七元 跟着呢... 你也知道IPO 已经煲大了很多倍了 最多七十元都过不了 我看这个不好看 所以如果他升到七十元 就给你了 基本上邏輯就是这样 六十几元就给你了 这有什么所谓呢? 那是什么意思? 老板都觉得不值 这样的意思了 到六十几元老板都觉得不值 腾讯的老板就是去了南非那家 哈哈哈... 你是厉害了 你是厉害了 因为你知道 你是这个界别人士 但是很多人就说 腾讯的老板不是啊 马化腾吗? 是不是? 其实真的不是啊 腾讯的老板呢... 看着 马化腾只是一个打工人 他只有八点几%的股份 这个是什么公开资讯 是不是? 八亿多股 是不是? 就八点几% 真正的老板是 Nespers 他又跟投资银行对岗 就好了 他跟投资银行对岗 接着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那只股票升高过... 升高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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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钱给你了 那就麻烦了 你也知道 投资市场 你跟这个投资银行对岗 这个只有一个答案而已 就是什么? 就是攻就我赢字 你输嘛 是不是? 就是投资银行这样说 于是你做的签完之后 立刻火箭式上升 马上见两个 是啊 基本上是输到呕的 是不是? 输到要减便、减钱 买一些股票出来 但是呢 如果各位知道投资银行的运作呢 他们会不会这样赌钱呢? 哦... 哦... 他们其实很少坐的 我想说 尤其是你看看那个年份 09年是金融海啸之后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 你要坐盘 基本上是打把那样的事 是吧? 那些铁银行的时候 只得到90% 还让你坐盘 你有没有病啊? 你明白我? 想说什么? 明白啊 基本上呢 是不知道谁要股票就这样给他 我的判断就是这样 因为那个年份 是的 还有我知道他们做事的行径 他们不是太赌钱的 除非你是美国那些 小小的information要提供 嗯 其实就好像是斯君所说 这个的投行呢 其实呢 是一个distribution business 就是呢 不断扔东西出去 它是货如轮转 自己不会坐盘的 那反而呢 哪一类型呢 会是accumination business 基金的accumination 因为呢 基金收多少钱呢 是跟AUM management fee 收多少 就是跟asset under management有关 所以他就要有这么多累积 得多少累积 甚至乎你累积得多 没有表现啊 那你收那个barnation fee 随时多 那些 细分好好表现的那些 那些 那故事就是这样了 那可能什么 可能 可能是 黑石要库 当年也可以的 那些投行知道黑石要库 跟马法腾聊聊 那做到这样的交易 都不顶的 是不是 都不顶的 这些 所以基本上 肯定有人要的 才回答 这个世界是很奇妙的 那 那这些故事跟大家有什么事呢 那这些故事 就是说 这些垄断的企业 其实呢 好像是外资 那样的 那你觉得 是不是有些不对路呢 是不是 那 好了 那如果 那如果 对于我们的投资想法 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有跟开我们节目的朋友 都知道 我们这个 看法 这个股市看下去 会是怎么样 我们说 我们一向都看 就是 下年那个市是OK的 是啊 下年那个市是OK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已经背水一战了 美国股市都散了 它就 没有了 要美金来做什么 难道我买一厘多的三十年债券 还是买一些不值钱的股票 你想想 你要美金来做什么 你要美金就没什么用了 基本上已经 所以 所以其实是 它的股市 是它的最后的 吸金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市场 所以 你说一句吧 你如果不是说 要 拿这个美元 要做大的商品交易 其实 你一般人 现在真的 假设 连个市都 满了 股市都满了 其实你真的没有什么point 去增加你的position 去买 去拿这个美元的 还有 是的 刚刚美匯指数跌穿了90千 好像今天 80多 只剩下了 糟了 因为 他们说明 将会是搞宽松政策 还有 这个时候 其实钱就会四围去 那四围去 那我们 中央市场 当然会受惠 但是中央市场 外资投入 就有一些限制 所以最合理 就是车到港股那里 整个逻辑就是这样 车到港股那里 买中央市场的领导股票 或者有潜质的 是不是还合情合理呢? 所以大家就不用悲观 我之前说过了 但是呢 也不用这么热情 人家冷淡 就是现在人家害怕的 你就可以热情 不如买一下 看得划算买一点也不怕 但是如果个个人都很热成的 冲进去 你就要闪了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我们要再说 不过呢 这个是背景 总之钱有很多 此其一 但是第二 政治了 政治上呢 我们刚刚今天有个大事 什么大事? 今天很重要的事 A君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事吗? 今早晨早 很多事发生啊 不厉害 今早晨早呢 我觉得最大的事 就是上俄5号 成功着落在内蒙的四王子区那里 就回收了 原来呢 我看这些报道 原来很多国家都打算去登月了 那刷新大航海时代 印度又去 还有日本也是上去了 原来日本也是去过小行星 取了样子回来了 有个这样的收集器 美国也去啦 美国也去啦 美国也在24年之前 之后又登月了 接着呢 德国也去 你发明突然间 每个人都去啊 是啊 因为你有看我们上次 所以我们的节目有多紧致 跟上一个系列有关的 就是大航海和大航海 其实因为呢 我想这个大陆在5G和这个超级电脑 叫做九章 这个真是超厉害啊 大佬 九章的超级电脑那里 将了这个已发展国家两下轰 如果月亮发现了什么厉害 举个例子 原来呢 月亮的土壤里面 含有很多 是不是叫做铢啊 那只 那只同位数三的铢 是不是叫做 我不知道啊 就是发电那只呢 如果很多 我举个例子 譬如2KG呢 里面的含量呢 已经够整个中国 发电三个月啦 或者发电三个月啦 这么夸张 譬如举个例子 在这个核聚变里面呢 可以用到 譬如就很容易用 然后又发电那样呢 那就很大件事 我跟你说 这个整个能源的市场 完全不同了 是啊 如果你说土木商会 那怎么办呢 先说这个 所以你看到大家 是不是亏着去科技发展 你见到啊 亏先恐吓的 刚才说了 跌倒的去 荒死蝕底了 因为已经输了两局了 你见到啊 好啦 所以 反正也有热钱了 合理的推理会是怎样呢? 其实呢 就会爆炒的了 其实美国我跟你说 不能回头 股市一定会爆炒的 但是难道 我随便炒完这些东西 炒散了之后 接着就没有下文吗? 那不行的嘛 就算是资本家 或者是华尔街的人 多邪恶都好 他都没理由杀鸡取伦 炒爆了美股 然后自己死了 没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一定想到后着 最合理的后着是什么呢? 所以这次的钱呢 就应该会是 美国就可能 合理全部的钱 都是集中在科技股的 其实 所以你不用担心 啊 科技股呢 接着是不是退潮啊? 不用怕啊 因为你看看这个背景 现在是大家在冲上月球 有研究啊 新材料等等 有芯片啊 什么都齐 但是 你想想 这个科技股是不是阿里巴巴呢? 科技是不是月文呢? 科技是不是外卖仔呢? 他们的科技成份是什么呢? 你发现他们是有平台带给人很多方便 这个性质 好像阿马逊森林那样 都是这样啊 面书也是这样啊 都是带给人很多方便 但是他们有什么创新呢? 其实他们某程度上 是在做 我们叫做 Cannibalization 基本上他们是 抢了别人的生意 是吧? 人相食 知道吗? 原本你要租一间店的嘛 做零售 不用了 你姑妈就可以了 这样 掛个单子 吃了地铺的逻辑 是吧? 有点是这样 好像那些鲨鱼吃到同类 同胎里吃到自己的兄弟 是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糖水滚糖鱼 所以我们选择科技股的时候 都是要小心的 啊 这样呢 好了 那究竟用什么 什么 什么的原则去选择呢? 看来我们呢 又要等下一次再说了 好了 那就是这么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